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统治提词60周年 60年间,雷锋精神星火相传,历久弥新 始终鼓舞着一代代官兵们砥砺前行 雷锋精神本职岗位是最佳平台 我们把学雷锋活动与聚焦练兵备战 与聚焦练成长结合起来 引导官兵爱港尽责 把雷锋精神转化为奋发进取 进行军营的内在动力 我们把学习雷锋与仪式教育、纪念活动 以及部队日常训练等任务结合起来 就此要将雷锋精神实质 融入官兵血脉 引导官兵自觉投身 平凡岗位 现身强军实践 通过面对面与雷锋战友交流 更加近距离地感悟了雷锋精神 进一步激发了官兵 爱港敬业 无私奉献的革命循环 下部 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雷锋战士 我们要弘扬雷锋精神 学习雷锋老班长的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的经验精神 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 用我们的行动 书写属于我们的雷锋故事 真老 敬老 爱老 祝老 是我们中华民的优秀传统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优兰传统 做到一个良好的传承 那么也是希望这种红色 俊玉精神 学雷锋的精神 就是深刻地烙在他们的心里面 要在他们的骨髓里面 以这种精神来鞭色他们的成长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这既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同时也是我们力不容辞的责任与担担 我们采取多种形式 开展群众性学雷锋活动 让官兵走进群众里 助劳全心全意卫免服务理念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开展群雷锋实践活动意义在意 将服务人民的精神 不断更续传承 让官兵在学习雷锋中 强化使用担当 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 正当新征程雷锋传人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我们组织官兵走进社区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就是要学习雷锋身上 信念的力量 大爱的心怀 和忘我的精神 让雷锋精神 在奋进强军路 奋进新征程中 不断焕发时代光芒 虽然我们船的官兵 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是我们践行雷锋精神 挣作雷锋传人的信念 始终坚如磐石 雷锋精神是一面 永不退色的旗帜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 为人民群众办好事 办实事 让雷锋精神 在一代代官兵中传承下去 学业可以再生 但生命不能重来 能为驻敌人民奉献爱心 我感到十分光荣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 我一定要好好把 红色基因新火相传 以实际行动 建议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我们开展系列活动 就是希望把学雷锋活动 化作经常 旋律日常 引导官兵 一组本职岗位 践行雷锋精神